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无比邪恶的影片 让小伙伴们看看 校园里的师生关系到底可以有多乱 恶魔到底可以有多邪恶 讲完剧情之后,惊悚哥会根据原主 再做一些关键伏笔的补充 深夜,一对夫妇正在卧室内激烈地争执着 他们的孩子年仅14岁 但天性封闭,品行恶劣 甚至和命案扯上了关系 在他老师离奇死亡的当晚 父亲都曾看到那孩子一个人偷偷出门 他决定管教管教这个孩子,禁止他接触社会 面对这样的铁证 母亲仍然不愿意相信事实 他泪流满面,为自己的孩子找借口推脱着 然而,在他们看不见的屋外 少年已经赤裸着身体 拿起匕首,朝父母的卧室走去 在母亲惊恐而悲伤的目光中 少年冷静地杀死了自己的双亲 他伸出满是血污的手,拔起电话报警 扬装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有人要杀我,救我 紧接着,将匕首抵在后腰 找准位置后,并用后背狠狠撞上墙壁 伪造成被他人刺伤的样子 这年仅14岁的少年 成为了这起入室杀人案的唯一幸存者 画面一转,已经来到了陈光高中校内 教师们争据在办公室 上一只对校内集体作弊的对策 连时站了起来 肯定这次作弊是学生们利用手机做到的 可即便禁止学生携带手机 也不能不顾学校的声誉 搜查学生的个人物品 这样以来,作弊行为就无法杜绝 连时提议,使用干扰电波 防止学生们互传简讯 并且可以求助于无线电社团的老师调警 然而,这样的举措会违反电波法 这场会议便这样不了了之 说起调警,他是学校的物理老师 性格一向英语课般 十分不受学生喜爱 比起调警 连时可以说得上是校内的明星老师 温和有理的他和学生们打成一片 连一贯无趣的英语课 都在他的讲解下显得生动无比 连时对成绩优异的度会不吝赞扬 对有些顽劣的夏月也不多过为难 实在是难得一见的郝老师 因此也深受学生们信赖 无休时,夏月与好友莲花 归戒聚在天台 夏月与莲花是同班同学 而归戒则是调警班中的学生 归戒十分聪明,性格也顽劣 校园作弊的主谋便是他 出于担心,莲花和夏月劝归戒不要再作弊了 可玩心大气的归戒 怎么会听好友们的劝说 他自信满满 无论如何,自己都不会被发现的 此时此刻,莲诗正在被一位家长刁难 那是黎奈的父亲 坚称自己的女儿遭受了校园暴力 面对莲诗官方的表述 黎奈的父亲更加怒不可遏 在办公室内嘶吼起来 校内的乱象不止作弊与霸凌 许多人都怀揣着异扬的秘密 天台上,一般的雅燕正在与男老师九米优惠 诱惑时,莲花与她的伙伴 看着同班同学米亚 在体育老师柴元的逼迫下 与她一前一后进入器材室 又看着柴元独自走出来 明眼人都知道 米亚是被柴元性骚扰了 而在办公室中 调警趁无人注意 将一本精神病学研究 偷偷塞进包里 随后默默离开了 第二日 莲诗正在与另一位老师 修理天台的门锁 内侧的锁眼被人用口香糖堵上 导致门只能从天台开关 这势必会留下安全隐患 然而学生顽劣 即使清理一次 也会有人重新毒死 这时 几个女生找到莲诗 米亚被柴元性侵 意识让女生们追追不安 只好找来最信任的老师莲诗 莲诗找到米亚问清情况 原来是米亚曾在偷窃时 被柴元抓住 因此一致被柴元胁迫 看着面前侮辱其图的少女 莲诗长叹一口气 便驱车来到了米亚盗窃的店铺 带着米亚向店主道歉 并取得了原谅 又一字一句地教米亚 如何发短信给柴元 用少年福利法威胁柴元 使米亚摆头纠缠 事情解决 莲诗才放松起来 她亲密地揉乱米亚的头发 叮嘱她之后不可以继续偷窃 面对着温柔而坚定的莲诗 米亚也恢复了元气 不知不觉中 爱慕也在心底生根发芽 渐渐地 米亚摆脱了柴元的骚扰 一天放学后 她将莲诗约上天台 面前的老师温柔正直 米亚情难自已 连起脚尖献上了青涩的纹 莲诗没有拒绝 一时间空气都燥热起来 可一声突如其来的响动 打破了这以你的气氛 莲诗将米亚送出天台 呼喊着她看见自己隐秘的人 一个男生站起身来 是小辽 她平日里不学武术脾气火爆 还在校园内发展小团体 小辽并不承认自己看到了什么 说原本是打算躺在地上睡觉 可刚刚下过一场大雨 地面潮湿 又有谁会相信呢 莲诗让米亚放心 米亚便真的安下心来 与莲诗在一起 校外的莲诗 与校内朴素的模样搭相径庭 她开着豪车 住着奢华到夸张的豪宅 当米亚问起 莲诗只说是朋友借她的住处 又到了考试的日子 老师没让大家把手机 全部放进筐中 可瑰诗骄傲的 却是一部备用机 实际上 她仍然在桌下偷偷作弊 只是这次的作弊 却全然不像以往那样顺利 夏月与瑰诗发现 他们的手机完全没有信号 更不用说传递讯息作弊了 作弊失败 瑰诗作为主谋 被心怀不满的从犯小了 达得伤痕累累 细细思考这件事 才觉得哪里有些奇怪 所有人的手机都在考试时间失灵 一定是有人发送了干扰电波 可既然有了干扰电波 又有什么必要没收手机呢 想必这干扰电波 是有人私自发送的 能够做到发送干扰电波的人 大概只有瑰诗的班主任掉警了 他既是物理老师 也在无线电社团中任职 正当伙伴三人议论着掉警时 正好在楼梯拐角撞进了他 显然 调警已经将三人的话尽数听到了 调警告诉三人 他不会追究规矩的作弊 而散播干扰电波的人 也并不是他 隔天 李奈的父亲又来到了学校 这次他带来了 班中学生们使用讨论版的聊天记录 对于论坛中那个 名为小了的学生 李奈的父亲怒火中烧 正是他带领小团体孤立李奈 甚至在讨论版上 写辱骂他的文章 尽管连世心中明白小了的为人 但为了维护学校的声誉 连世否认了这是霸凌的证据 小了本来就脾气火爆 像这样的论坛帖子 不过是一时的发泄情绪罢了 任由李奈的父亲如何胡搅蛮缠 霸凌的处罚还是不了了之 当天夜里 李奈没有按时回家 父亲十分暴躁地将烟头丢在地上 回到房间内自顾自洗澡了 正是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 让厄运彻底降临了 不出片刻 火光便充斥了李奈的家中 一日 刑警来到学校走访 据刑警说 吸火原因是 全部被换成了灯油 再加上李奈的父亲是个老烟枪 一次乱丢烟底 便造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 谈话结束 刑警准备离开晨光高中 吊警却追了上去 他一次次重复 连世在一年前 曾在立元高中就职这件事 其余的一概不提 便匆匆告辞了 半路上 吊警被归界拦下 归界主动问起他 对刑警说了什么 吊警仍然重复到 连世一年前 曾在立元高中就职 归界找到莲花语下月 三人一起讨论连世的过往 连世曾就职的立元高中 就出现过维特效应 且恰好是在连世的在职期间 四名学生相继自杀 两人上吊 一人烧炭 一人跳楼 这样一来 吊警特意警告刑警 连世履历一事 就变得极具深意 或许 吊警是知道了什么不为人知的事 才会格外提醒刑警 莲花对危险似乎着天生的敏锐 不知为何 他总是十分恐惧连世 看着归界兴致勃勃的模样 莲花担心极了 他却说归界 无论如何都不要再调查连世了 好奇心与玩新大戚的归界 如何会听莲花的权说 只是面对少女担忧 约爱慕的目光 归界还是答应了下来 办公室内 连世正在与九米对质 九米正是在天台上 与男学生亚言优惠的老师 一开始 连世还是一副为九米考虑的样子 等到九米坦白自己 与男学生发生关系后 连世便摆出圣诈栽握的姿态 既然九米自己承认了自己的行为 便是承认自己是银棍教师 况且九米出身名门 一旦被揭发 就会是整个家族蒙羞 这样一来 九米的人生便把握在了连世手中 三人组回到教师 却发现小鸟 正与讨论版的创始人恒天大打出手 有人匿名在论坛上发帖说 小鸟便是离奈家起火的犯人 被污蔑的小鸟 无处撒起 只好对恒天动手 姗姗来迟的连世 很快制止了二人的抖欧 一旁围观的米亚突然想起 她与连世缠绵过后 连世曾索要她讨论版的账号 或许这谣言 与连世脱不了干系 连世将小鸟带去谈话 并不是想象中的批评 连世反而邀请小鸟 今晚喝一杯 她请客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丑事被撞破 连世才这样讨好小鸟 看着连世缠媚的样子 小鸟不假思索地同意了 那晚过后 小鸟失踪了 据说是毫无缘由的离家出走了 但四季小鸟平日 李本身就玩世不恭的模样 倒也没什么人觉得奇怪 只有小鸟的女友十分担心 学校里怪事频出 连世班中的两个学生相继出时 归界认为 离那家中起火 与小鸟的失踪 一定与连世有关 她找到同样怀疑连世的掉警 询问她怀疑连世的原因 掉警自知自己性格阴郁 在面对真正善良温柔的人时 都会感到深深的自卑 看着连世受人爱戴的模样 却丝毫没有这种感受 这种违和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开始暗地调查连世 确认她是一只披着人皮的恶魔 掉警在黑板上写下连世的履历 发现连世曾在中学时多次转学 在考上名派大学一年后便辍学了 不久后又转去了哈佛留学 但连世留学哈佛并不是为了学习英语 她考过了MBA 很快进入了当地有名的投行 却在不久后突然回国 选择了与一望截然不同的教师职业 在立元高中任教 一年前转来成光 在国外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但只要是在东京 无论是在连世求学 还是作为教师时 都有着不自然的死亡现象 出现在她身边 她的双亲 初中老师 同学 立元高中的连环自杀案 亦或是如今小鸟失踪 离乃家中失火 死亡的阴云 笼罩在连世周围 事实上的连世确实如此 你可以说她是天生的恶魔 也可以说她患有 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她缺乏同理心与共情 甚至失去了恐惧和羞耻 再加上她学习上既有的天赋 将她彻底转化成了一台 无休无止 只为追求快乐的杀人机器 这一刻 吊警与归界微妙地达成了共识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他们要调查这个人 当晚下班 吊警正在地铁上昏昏欲睡 空荡荡的车厢里格外安静 一个人手灵装着石块的塑料袋 进入了车厢 在吊警面前站定 吊警下里一条 抬头看原来是原石 正当两人寒暄时 连石突然出手 用石块矛击吊警的头部 紧接着 她将失去行动能力的吊警 用公文包的背带 吊在地铁的扶栏上 戴好帽子 若无歧视两场而去 而车厢内聊聊的几人 也都在打着瞌睡 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幕 第二天 学校那边召开了大会 校方认为 是吊警压力过大 在地铁上上吊自杀 教导学生们要爱惜生命 可归结万分确定 吊警是绝不可能自杀的 昨日还激情澎湃地 指控连石 今日便惨死在了地铁中 唯一的可能性 便是连石杀了吊警 而让连石如此迫不及待地 对无冤无仇的 吊警下手的原因 只有一个 那便是昨日他们的对话 被窃听了 归结逃跑般地 回到昨日与吊警见面的教室 急起而惶恐地匍匐 寻找着窃听器 就在归结找到窃听器所在的一瞬间 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涌上心头 他回头看去 正是连石 担心归结的连花 追到了教室门口 然而只看见 满脸悲痛的连石 独自在教室中 出于对连石莫名的恐惧 连花并没有进入教室 他不知道的是 或许他只要再向前一步 就能看到 讲台边露出的 归结的白色运动鞋 连石不自觉地吹起口哨来 那是他多年的习惯 每当他感到兴奋 都会吹起同一首歌曲 不知为何 他时常想起自己 在美国留学时的那段时光 连石曾经有一个搭档 名为格雷 两人结识于这首歌曲 一首有关杀人魔的爵士 同样热爱杀人的连石 与格雷 很快成为了最好的搭档 两人结伴犯下种种罪行 格雷不仅是连石的义游 更是良师 在格雷的引导下 连石很快成为了 优秀的杀人狂魔 但好景不长 连石很快厌倦了这个 沉沦于欲望的食人魔 在一次狩猎结束后 连石打晕了格雷 将他栽倒在装满汽油的桶中 活活烧死了他 然而百密一书 连石的座位 还是被当地的财团首领发现了 他拒绝了连石 想要进入财团敛财的申请 直言 我们不需要变态杀人魔 随即用手段取消了连石的签证 也就是说 连石是被灰溜溜地赶回国的 各种机缘巧合之下 连石接触到了教师的职业 在校园这样单纯的环境里 连石的游戏进行起来风外顺利 至今 他已经点燃了罹奈的房屋 杀死了我有自己把柄的吊警 与规矫而人 尽管犯下累累罪行 连石依然毫无愧疚地跟米娅在一起 米娅正处于青春期 性格敏感脆弱 尽管连石总让人怀有安全感 但少女的多疑 让她犯下了足以危机姓名的大错 米娅趁着连石洗澡的空档 想从连石的包中翻出她的手机查看 然而连石包中有两台手机 米娅打开其中一台 相册中的照片分明是小鸟的自拍 也就是说 这台手机是小鸟的 缠绵过后 米娅实在无法安耐好奇 她问起连石 为什么包中有小鸟的手机 连石用小鸟在打架的当晚 两人一起喝酒时 拉在了她这里作为推辞 米娅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但连石已经察觉到了她的怀疑 那捕猎般的目光 又一次聚焦在了米娅身上 那是四班同学们一起留校 准备校园级的夜晚 活动室内一片欢声笑语 学生们各司其职准备着即将到来的庆典 没有人注意到 接下来将会发生一场 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许久不见的黎娅也回到了学校 和学生们一起装饰着活动室 连石看到平安无事的黎娅 显得十分欣慰 轻易地揉搓着黎娅的头发 只有她自己知道 将黎娅家门口的塑料瓶中 装满灯油的 正是自己 看着与别的女生分外亲密的连石 米娅一阵吃醋 匆匆离开了活动室 看着米娅离开的背影 想起今天正是 曾经骚扰她的老师柴员当值 莲花也还有桃子有些担心 但出于恐惧 莲花并没有和桃子一起 前去找米娅 在桃子寻找米娅时 米娅已经来到了天台 连石也在这里 在如往常一样的交谈中 连石突然出手 砸晕了米娅 随后脱下了她的鞋子和内裤 连石将米娅搬上栏杆 如同情人般温柔地安慰着 手上却毫不留情地 将她推下了楼 连石将事先准备好的遗书 放在天台 用米娅的鞋子压好 至于内裤 她随时可以找机会 嫁祸给柴员 遗书上写着的也是 因为不堪柴员的骚扰 才选择了轻生 没有人会注意到 这是一场谋杀 然而意外打破了计划 当桃子一路找到天台时 却以行雄玩的连石 撞了个正招 先自己的计划已经破灭 连石没有犹豫 三下五除二地 扭断了桃子的脖颈 原本只像谋杀米娅一个人的 现在不得已多杀了一个 这时属于预料之外的 但连石很快就想出了 新的解决方法 若想藏起一片树叶 就要找到一片森林 若想藏起一具尸体 就要创造一座尸山 连石打电话给九米 告诉他雅燕出事了 通知他立刻赶来学校 九米打给雅燕 果然无人接听 慌忙地出门了 活动室内 学生们刚刚吃完饭 准备继续庆典 他们惊异地发现 手机完全连不上信号 干扰电波 连环的内心充满了莫名的恐惧 而此时此刻 来到学校办公室的九米 已经被连石打晕 拖到了角落里 学校的一楼大厅 三名学生正在闲聊 连石端起一把线弹枪 趁学生不备 将三人主意击倒 一时间血肉横飞 柴员听见动静前去查看 并迎面碰上了吃枪的连石 连石将米娅的内裤丢给柴员 接着边缘枪射杀了他 在楼上的活动室里的学生们 终于听到了枪声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广播中就出现了强烈的笑叫 随之而来的是连石的声音 连石警告学生们 校内有不法分子持枪闯入 一楼十分危险 让学生们去往天台 学生们乱作一团 恐惧地尖叫着 蜂拥着跑上天台 而连华几人 却并不相信连石的说辞 若一楼当真如此危险 连石又怎能在一楼的广播室内 如此单人的通知呢 学生们并分几路 大部分逃向天台 其余则零零散散得各求生路 连石拿着线弹枪 几乎弹无虚伐 对多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在天台的学生们 踢了横流时 连石回到了办公室 在半季名单上 跨去已经被他杀死的学生 恍惚间 连石看见自己的老搭档 以浑身烧伤的模样出现 并逐渐以自己融为一体 拿一场大屠杀吧 老搭档 连石不紧不慢地走向天台 见连石到来 学生们如是重负 见到他 就如同见到了救世主 然而连石却伸手制止了 学生们求救的举动 他满条丝里的穿好语衣 在学生们不可知心的目光中 端起线单枪 砰砰 学生们大惊失色 全音在狭窄的天台 无路可逃 只能惨叫着任由连石射杀 曾误别信任连石的学生们 质问着为什么 可连石没有回答 沉默着开枪 空弹落地 血液飞茧 曾代表青春活力的校园 此时无异于人间炼狱 清理完天台 连石边向下一层层血洗 看见窗帘一风抖动 连石探出头 果然有两个学生站在窗外瑟瑟发抖 他端起枪 残酷地射杀了他们 无论是学生们信任破灭的质问 还是恋人朋友被射杀的悲怆 连石都无动于衷 几乎鸡血地一个接着一个射杀 已经逃出学校的射箭部学生 在公交站旁突然报了警 可想起喜欢的女生人在校内 他决心回到危机四伏的学校救出他 而女生李美也抱有这样的决心 他执意从活动室吹下绳索 女性两人在教室约会的承诺 李美顺利地爬下了楼 不远处倾慕的男生正向自己砍来 李美向他奔跑而去 就在两人只差两三步 就得以相聚之时 连石扣动了扳机 将他们双双射杀 活动室里的学生们 如同进攻之鸟般缩成一团 可那被李美捶销的绳索却无人解开 很快 那绳结便颤动起来 是连石在向上攀爬 没有人敢去解开那绳索 只是不住地互相推协 眼睁睁看着连石爬进活动室 众人如鸟受散 嘶吼着期盼能够逃脱这场屠杀 但无济于事 连石将枪口对准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 无情地任由血液 洗刷这间五彩斑斓的教室 如今幸存的 只有莲华和夏月两人 贸然反抗一定没有意义 夏月提出 用逃生装置离开 虽然被发现就是死 但也只能放手一搏 两人将通道放下 连石很快注意到了 夜幕中的白色通道 他抬起线弹枪 向通道内的两人连开竖枪 看着两人的身体 无力地摔到地面上 连石的屠杀也将来到尾声 听着远处的警笛声 连石回到办公室 将九米伪装成 银蛋自尽的样子 又将自己伤得头破血流 为自己戴上手铐后 便装作昏倒 他编制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与男学生有不正当关系的 老师九米突然发狂 射杀了所有学生 与体育老师柴员后 银蛋自尽 不看柴员骚扰的米娅 留下遗书后坠落自杀 而连石自己 不过是一个 被打云囚禁的受害者 即便有些牵强 但死无对证 只要没有证据 就不会被发现 还在办一位 良善受害者的连石 因警查找到 两名幸存者的消息 致使他的计划彻底破碎 那两人正是连化与下跃 他们给同学的尸体 套上自己的衣服 扔下逃生通道 混淆试听 实则躲在角落中 直到救援来临 义务时中运转的录音设备 记录下了 连石实施暴行的片段 人证物证皆载 任由连石辩解 无济于事 一切罪恶都被揭发 刑警压着连石离开 连化追上前来 追问归记的死活 连石似乎还是曾经 那个谦逊温柔的明星教师 说着抱歉 突然 连石如风魔般说起 这一切都是神的指示 这一切是为了 保护大家的灵魂 不被恶魔沾染 替我向主神奥丁问好 连石这样说道 紧接着 便肆无忌惮地 搭起响指 跳起舞来 吹起他最爱的歌曲 他是真的疯魔了吗 不 他已经准备好了 下一场游戏 《恶之教典》 改编自同名小说 由著名导演 三持虫使之道 是一部值得一看的 写点作品 正如连化最后所说的那样 只要连石能够借由 精神病人无名式行为能力 逃脱死刑 以他的智慧 都能够轻松摆脱 重新开始的游戏 而关于影片中 多次出现的乌鸦 与最后连石提起的主神奥丁 有多重可能性 在拜读了原著之后 惊悚哥得出了自己的解释 奥丁是北欧神话中的 战争与死亡之神 他曾为了全知的智慧 失去了一只眼睛 而乌鸦是奥丁的赤猴 其中一只变为慕尼 连石对于奥丁 有着不知从何而来的恐惧 因此在美国留学时 他就架上了高压电线 试图杀死房屋周围所有的乌鸦 而在这过程中 一只乌鸦幸存了下来 只是一只眼睛失明了 连石认为 这是神的指示 在影片的最后 夏月与莲花 都以身披黑袍的形象出现 也与在北欧神话中 主神奥丁身披黑袍现实 将带来和平的说法吻合 在连石的眼中 莲花也在恍惚间 一只眼睛失明 这样说来 连石也不仅仅是 在装风卖傻了 至于连石和他的老搭档格雷 便要从连石本身的 心理特征抛析 他一开始并不是格雷那样 以杀人为乐的存在 他喜欢金钱 喜欢年轻的少女肉体 因此霸占了九米的豪车豪宅 和学生米亚 发生不正当关系 连石杀人 并不是出于热爱 而是出于辩解 连石对生命的末世 使他只要有利可图 就可以轻易再次展开 这样的大屠杀 在连石逐渐沉沦于欲望后 他的内心 逐渐与格雷的野蛮杀戮欲望同化 最后成了一头 连人皮都不再具有的真正恶魔 关于遏制焦点的解析 就到此为止 由于篇幅和平台审核限制 许多极具暴力美学 和黑色幽默的场景无法展现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 可以观看原片哦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